无人问洁的脚子 你选择去崇拜谁呢 愿谈谁呢 家中热情的冷落 家中自由的枷锁 你最后成为了什么 燃烧华丽的烟火 绽放一次就足够了 奢求什么 无名之辈 我是谁 我为谁也无所谓 谁会许拼了命 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很累是狼狈 也许卑微是无味 也许永远成为不了 你的崩溃 无名之辈 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只需追 谁的狂容 不是伴着眼泪 也许很累 一生狼狈 也许卑微 一生无畏 谁生来物都是一样 尽管叫我无名之辈 尽管叫我无名之辈 以前 单狼狈 反正赚了钱就去给他女朋友买好吃的 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应该也喜欢吃 所以我就给你买了草莓啊 草莓蛋糕 草莓马卡龙啊 那个店员还说了 草莓蛋糕要快一点吃 要不然化了就不好吃了 或者你以后想吃什么 你给我列个单子 我就召着你单子去买好不好 我现在就想吃 那我去给你拿 你干什么童年 草莓 吃草莓 你是不是喝酒啊 看 我喝了整整一瓶的酒 厉害吗 谁呀 先不要说话 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真的是你的第一个女朋友吗 是啊 爱上言 你是我的 我的 童年别闹了 爱上言你知不知道 我好喜欢你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可爱 你怎么这么可爱 小猪猪 我喜欢你喜欢到一天和莫都 二十五个小时都给你在 我喜欢看你发脾气的样子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样子 我喜欢你很喜欢你 好喜欢你 我还闹了童年 别闹 童年 童年 我是真的认真的 喜欢你很少年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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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们订盒饭 要帮你订一盒 不用 那要不要帮大嫂订一盒呀 且睡着呢 不用了 等会儿 ③ 丁一个吧 没问题 老大辛苦了 你妈妈这个身体呀 刚做完手术 尽快要注意休息 多注意休息 多给你妈妈买点补品 这样身体才能尽快 恢复过来 好吧 好 你们俩肚子是不是饿了 饿了 还好 肯定是饿了 我这样 我去厨房 我去年年他妈妈 看看晚上咱 咱们 咱们吃点什么 好不好 那 那样不好吧 我和郑辉 我们先走了 走走走走 不要客气 你再陪你妈妈 再聊聊天 好 好 我去看看 好 那打扰了 不客气 谢谢叔叔 妈 没事 坐一会儿 打扰人家多不好啊 都是自己人了 怎么样 还没回电话 我现在给他那个朋友 蓝妹打个电话 看他们俩是个在一起 我接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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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妹啊 是我呀 那个年年在你那儿吗 没有啊没有 是这样的 我一直给那个年年打电话 她都不接 我有点担心 那个阿姨你别担心啊 她可能是信号不好 没听到 好 那谢谢你了啊 再见 再给年年打啊 再打 谁啊 童年的妈妈 找不到她了 不会在你偶像那儿窝着呢吧 应该不会吧 难说 我打个电话问问 妈 这个真好吃 你也吃啊 多吃点 来 来 来 你尝尝这个 蓝妹是谁啊 我哪知道 喂 喂 那个童年在你那儿吗 她昨天晚上喝多了 现在还在睡觉呢 什么 她喝酒了 对啊 那个 她妈妈正到处找她呢 知道的话 肯定要生气的 你千万别让她接电话 就行了啊 谢谢提醒 我知道了 她喝酒了 对啊 不过也好 今天都快点了 也是好事 好 童年 不要接电话 来 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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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什么回事啊 你妈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都不接 我问你在哪儿呢 我算 我在韩商严这儿呢 她现在就在我旁边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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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那儿睡觉 大姑娘那样 像话吧你 不要哭 我再睡一会儿 我跟你说你马上给我回来 听见没有 喂 喂 那个阿姨 我是韩商严 她身体有点不舒服 在我这儿睡一会儿 然后你带她回去 然后我会跟她一起回来 然后亲自向一看 去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拜拜阿姨 谢谢 好吃 吃什么吃 喂 喂 她在谁那儿睡觉 你说话呀 她在谁家睡觉呢 韩商严 韩商严 他们俩又在一起了 年年又回心转意了 什么回心转意了 一看就是被骗过去的 韩商严说了 说年年不舒服 在她那儿睡觉 说晚上回来 跟咱俩解释这事 其实那孩子 对年年挺痴情的 现在想想也挺不错的 她至少对年年一心一意啊 你说 你怎么回事啊 你得当爸爸的 你姑娘在男家那儿睡觉 你就不担心啊你 我当然担心了 没你想那么严重啊 老婆 客人还在家里呢 等客人走了以后 咱们再说这事 不行不行 你现在立刻马上 把年年给我借回来 快去快去快去 你干嘛呀 你真是怎么这样啊 年年又不是小孩子了 她现在是大人了 你做任何事情 给孩子留点面子 行不行 再说了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都不是旧社会 瞧你的风险思想 我告诉你说啊 年年在韩商严那儿睡觉 我这个当妈的 我一万个不放心 你给我快去 快去你 老婆 你听我说 我跟小韩聊过 小韩那孩子 我也觉得她做事 挺有分寸的 你放心 不过有任何事情的 她做事情 会顾着两家大人 你放心吧 行了 你说这年年这孩子 怎么回事 你说这回那孩子多好 这天天去医院 伺候她妈 一看就是一个孝顺孩子 这年年怎么就 跟她一点缘分都没有了 这气死我了真是 其实小韩那孩子 也挺不错的 至少对老人也挺有耐心的 多好 你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又听见你 口风有变呢 口风有变 我问你 你是哪边的 我能是哪边的 我当然是你是一边的 我只是发表我自己的 个人意见 但是你是一家之主啊 你是这个家里的核心 你的意见是最大的 我都听你的 对了吗 对了 我问你是你 客人在呢 走走走管我管 走啊 走 醒了 女妈 刚才你妈给你打了四十七通电话 但是我没接 可是你接了 我电话呢 我电话呢 知道你跟你妈说什么了吗 我说什么了 我用词还挺纯洁的吧 你说你躺在我这儿睡觉呢 旁边还躺着韩伤眼 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鬼话 赶紧去洗漱一下吧 一会儿陪你回家 我为什么陪我回家 你妈在电话内都快疯了 都快吃了我了 我得去跟她解释清楚吧 完了完了我死定了 哎 哎 我自己 走 看什么 看你穿衬衫的样子好帅 你穿西装干什么 饿吗 不饿 就先把你爸妈给解决了 我包 等一下 我来帮你吧 要不然 要不然你别进去了 我妈在电话里挺生气的 我怕你进去以后会被骂 你还知道犯错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别怕 爸 妈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睡到她那儿去了 你们俩不是分手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给我说清楚你 姐姐 上楼去 我上楼了 他们为难她怎么办 本来她在家里就不收欢迎 上楼去 听见没有 不行 我不能走 我什么都不说我也不做 我就坐在这儿听你们说话 可以吗 叔叔 阿姨 非常抱歉 还是让我先说吧 你们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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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童年的事 二位长辈可能有一些误解 两年前 我刚刚创立KK俱乐部不久 在一次展会上 我第一次遇到了童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敢擅自地登门拜访 他到底在说什么 身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事业 先立业再成家 可是自从遇到了年年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们刚和好没多久 他又跟我提出要分手 我非常地崩溃就回来了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状况 我把年年带到俱乐部 我问他 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我现在这么忙 那我就抛弃掉我所有的股份 我就彻底转好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我一手打造的KK俱乐部 年年年还像 对于她来说 我可能只是她感情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我来说 她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今天把她带到这里来 冒昧地拜访二位 我就是希望二位能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年年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 真的想分手 那我现在立马转身离开 消失在你们的面前 如果她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两位 可以放心地把她交到我的手里 让我好好地照顾她一辈子 其实那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吗 不容易吗 挺有个人美丽的 小韩 虽然说我跟年年她妈妈 我们不太明白 这玩电脑也能当做一份事业来做 不过我听说你的事业发展得不错是吧 这 Chic 星星产业嘛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那肯定是比其他的行业要多一些的 我呢 就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后事业发展的重心会在哪儿 听说你公司的总部在挪威是吗 中国 叔叔请放心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国内 那就好 一国内很麻烦 小韩 你这说了半天 你也没向我解释清楚 年年为什么要睡到你那儿去 叔叔 阿姨 你们请放心 我真的是对年年是真心的 所以在没有取得你们的允许之前 我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非凡之想 我跟你说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心的 反正年年原来不这样 认识你之后 玩电脑 整天就恨不得跟在你屁股后面 现在倒好 她 她都睡到你那儿去了 我一说我这个女儿 我都快不认识了 年年 你给我上去 你说你像什么话 你给我上整理一下 走 走 走 赶紧进去啊 你好好反省一下 你说你像话吗 你还没嫁人呢 就轻易跑到南南去过夜 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呀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呢 气死我了 小涵 小涵 年年她妈妈 从来没对年年说过重话 也没对年年出现过这样的态度 年年肯定很伤心 你上楼劝劝她吧 去吧 叔叔相信了 妈 要干吗呀 妈 怎么是你啊 你爸让我上来安慰安慰你 起来 起来 这不太合适 我妈才可皮 别让她听见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房间 我猜的 这种装修风格 你眼睛不会疼吗 没有吧 我觉得还 还蛮好的呀 没有 你站在那儿干嘛 坐嘛 随 随便坐 算了吧 我也不知道该做哪里合适 你妈妈好像不太喜欢我 没有没有 我妈主要是三十六岁才生了我 所以她对我格外的疼爱跟期待 我 我现在可以问你问题了吗 说 你刚才说 你是两年前第一次见的我 假的 那你在广州对我一见钟情呢 假的 还有之前你说 年夜份上你是为了吴白 才让我配合当一个女朋友的 也是假的 当时情况特殊 如果我不承认我们俩的关系 光凭我弟弟说的那些话 很有可能被人误解成一个陈年男人 调戏一个少女 始乱终气不愿意承认 到时候想必你的父母 更不会放过我吧 你说得也对啊 我怎么感觉一切都是假的 这全都是你编的吗 我 我还有一句最重要的想问你 那些对你负责任的话吗 嗯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好漂亮啊 谢谢 我想像是你一个人 想的 然后本来 会见你 像是你一个人 很久不来 你离开 那样 童年 你知道吗 其实那时候 我想说的是 童年 我感觉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所有的光环都是假的 除了你 这个叫韩商严的男人 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孤身一人 只有这个是真的 你 醒了吗 你 像你这么傻的小孩 还真是找进来 谁说的 我智商一百四呢 就输你最总 那是当然了 我爱不爱你这件事情 你要相信 我觉得不会骗你 第一次来你的规方 也不方便待太长的时间 要不然 你爸妈又要伸我去 我现在就要走吗 说不得 那我回去给你试评 可是我得先洗澡 那你先洗澡呗 这有什么 走了 走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什么 啊 对 我带着他 你 我来 韩先生啊 你终于想起来 你还有个后妈呀 我一个人 远嫁一锅烫香 我多可怜啊 我养育你这么多年 我没功劳 我也有苦劳呀 你倒好 真是逢年过节 给我来通电话 我不打给你 你是从来不会打给我的 太不孝顺了 能不能先说正事啊 我听见呢 你讲好了 拜托你一件事 回来帮我见个家长 什么 见 见什么 见谁的家长 什么家长 你听我先把话说完吧 你说吧 上次我给你画的一个女孩 你还记得吗 你把他追回来了 儿子 你真的太有效率了 你要是结了婚 那我是不是 就能有孙子抱了 太好了 感谢老天爷 我算是对你父亲有个交代了 正经点 你跟我还有什么正经不正经的 等等 让我算算 你要是经理结婚的话 明年就能有个孙子 我是不是最近应该给你看看 买点什么银根用品啊 你们小两口有什么需要 先把家长见了行吗 这还用你讲啊 你不让我去我都要去的 不用跟你们家那位报备一下 我跟他报备什么呀 他只要负责让我高兴就行了 不过现在 我有更高兴的事情 我干吗也让他成为我的绊脚石啊 你这个老公找得不错 主日得表扬 那当然 你也不看看谁挑的 我下个月要去北京 参加全国同学团 你要不这个月把上去卖了 好啊好啊 那我明天就去看看机票吧 好 等等等等 那小姑娘平时喜欢什么 不用送 你已经送过了 只不过是我买的打击 拜拜 等等我我 我送过了 小米 都吃了 全吃啊 不吃浪费 不怕的糖尿病啊 以前呢 是穷没得吃 现在随便给我点什么好吃的 都觉得特别好吃 也对 对 你们一个一个都单着 我要是突然结婚了 觉得特别对不起你们 那 这样 那 你白身还说 搞不定穷景她爸妈 天天一天你就搞定了 很意外吗 有意外 你也厉害了 不然 我在想啊 要是真结婚啊 人家姑娘可亏大了 亏什么 你现在人家立场想想 除了她和你去一次山亚 你们看过电影吗 你们押过马路吗 你们一起旅游过吗 都没有嘛 那我就不挺校园爱情那一套 对不对 哇 两人手牵着手 走在和题啊 看一看日出啊 或是两人一起到图书馆 拿着自己喜欢的书啊 她拿《若密佑朱丽叶》 你拿《白雪公主》啊 对不对 在图书馆她欠些失忆的咬耳朵啊 或是一起去食堂 有没有 没来眼去的啊 她帮你添饭 你说我帮你站柜子 有吗 都没享受过是吧 我就说嘛 这就是找老男人的悲哀啊 尤其是你这种人 明天有什么安排 明天有什么安排 明天我要帮教授监考 知道了 好好监考 哦 都转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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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看了几点了 你今天不去见考吗 您去不不说一个人就好 今天教授在必须去 知道吗 孙雅雅 敬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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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闹你了快点啊 来 孙雅雅 你躺着干吗呢 在这儿睡得好舒服 要不来睡一下 不必了 你自己睡吧 现在马上迟到了啊 我不管你了 我得赶紧走 我走了孙雅雅 我走了 完了 完了 我走了 对不起 干吗呀 你干吗呀你 干吗呀你 怎么回事啊 本来就叫你上课 你会不会停车 车给我撞坏了 我天哪 对不起 你们都这么闲不上课吗 会不会停车 你看我车都给我撞坏了好吗 这 车倒了就浮起来 车坏了就帮你修 实在不行 配一亮星的 人没事不是最重要吗 先去上课好不好 这里交给我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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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男友离爆棚啊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你们学校吗 当然可以来啊 就是没有想到你今天会来 你不是要兼考吗 对啊 我起到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的教室是四零五 你在门口等我啊 我的包 帮我拿下 你看 大家现在可以答题了 你们只有六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大家抓紧 你们老实说 这次的题虽然会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题量很大 所以六十分钟可能会做不完 大家要抓紧一下 好 我才先考六十分钟 所以你先自己逛一逛 一会儿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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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搞什么呀 不知道啊 好难啊 可是好多的会心 怎么会心 好帅啊 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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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 走走走走 师兄 你哪个戏的 我是被你们俩调戏的 你才千万别走 我快去 我现在 parl起了 我被你们俩的 月十年 这位 我试咱 郑 优优独播放 这样子 给你 初一下 你不想做 在这间教室里面等他 好 在 在这个教室里面 你们说说 刚刚那个男的 哪个院的呀 咱班长要失恋了 人家有男朋友了 可不是 宣誓主权来了呗 等会儿我拍点照片给班长 敲碎她的少年 先去听啊 不止班长啊 还有郑辉呢 对啊 郑辉怎么办 你可能还得再等我一会儿 因为一会儿教授来 我得把卷子给他 好啊 那就当呗 那我先进去吧 我可以一起进去吗 应该可以吧 现在不是上课的时间 教室应该是能进的 那就走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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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边 坐这儿 坐这儿 你今天来找我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吗 没有啊 当然可以了 可以 你呀 我来了 你怎么来了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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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晃晃晃晃的 又迟到了 又起碗了吗 没有 我刚才监考完之后 出去吃早点了 吃早点了 行了 把卷子叫上来 一会儿你就说 你是我的哥哥来接我放学 不行 不行 你说你走错教室了 坐东西好了吧 你随便便一个吧 便一个人赢了 走 你谁啊 怎么跑这儿来了 跑错教室了吧 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 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 想立刻搬进你眼中停靠 关爱卷起风暴 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 最年始终都要难以戒掉 最年始终都要难以戒掉 爱上你 爱上你就像有的爱上了面包 天生就一堆遇见了再摔不掉 这种搭配不得不少 甜蜜的刚刚好 你的笑是幸福 这是配方 爱上你就像有的爱上了面包 酸鱼 天生就一堆遇见了再摔不掉 这种搭配不多不少 甜蜜的刚刚好 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方 爱上你就像有了爱上了面包 酸甜和苦辣都是爱的 调味料为你发酵 烘焙独特味道 能不能好不好 做我永远的依靠